这是我们的特条玫瑰红茶请用 奉上一杯热茶悠闲品尝 银行没了柜台却多了半年茶庄进驻 万银渣打砸下6000万 打造数位分行挑战选天候服务 打破传统线上运约合理专直播视讯 数位化冲击下渣打去年宣布全球裁员1.5万人 在国内面临同样状况 今年前三季万银累计财测16间分行 银行转型势在必行 数位化是整个金融行业未来发展的大方向 因为大家可能都觉得数位金融或科技 有的时候有一点冷冰冰的感觉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在当中加油一些温度 用飞说快速传送现金 能提款存款和换汇 一切零贵服务统统升级科技化 省掉大量的人力成本 预计明年台中再展数位分行 可以透过机器人来达到这一个 我们人所不足的地方的一个补充 所以它是一种补充效果 但是它绝对不是一个替代效果 告别传统金融模式 新时代的金融科技全球崛起 机器人同步杀进银行受血液 国营一家一家启动智慧分行 就怕淹没在数位浪潮下 三立新闻需至重 陈一届台北采访报道 雪紧 雪紧 谢谢大家